有引擎有燃料开始运行听到声音开始开 意味着什么 你像东地营妹妹天天被他们弄 这钱不能汇那钱不能汇的 给东地营妹汇这三千块钱 就被这个西班牙给银行拦截了 他不管是中共 这个世界银行已经成为了暴政的一个最根本的工具 现在七哥从爆料革命说 挣钱没有花钱难 你们有感受了吧 现在你们原来就说的 以为我胡说八道呢 现在感受到了吗 未来挨制迪欧挨制配 你秒过 你像那个谁 那个人家这个 像咱们长导哥 看人家Rachel的定是吧 Rachel说你给我一千币 我不揭发你 我是吧 他过去要要传钱 那是要有证据的 现在一划手之后一签 到了过去了 Rachel就收到了 是吧 我决定不告你密兔了 是吧 就这么简单 而且这个过 只有这个 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 如果你要发现HDO或者你的黑白锡过的账号被任何人利用 被任何人出卖 我付一切责 世界上最安全的信息 我们很多战友爆料革命 你这给我发信 到现在为止 包括刚才 我最不爱听了一句话 七哥 谁谁谁拿走了我的信息 谁谁拿走我的信息 谁谁知道我电话方式 我从来不说 但今天我大过年告诉大家 我这是很不爽的 给我发这个信息 你都参与灭共的事业了 你个电话号码就怕人家知道 那你参攻这干什么呀 你都参与灭共了 我们在前面命家人都不要了 是吧 然后我们在前面 你个电话号码 你爬暴露 还有一个 最简单的常识 如果共产党要想找找不着你的话 你要相信这种逻辑的话 你就不应该待着爆料革命 因为你早晚会跟我们惹大马们 太天真了 no common sense 没有常识 我们爆料革命第一天 就是要打开眼界 是吧 增加便秘 增加三个能力 你觉得共产党 要找你个手机 你都找不到 就像木兰 我不出镜事 你没出视频 你第一天 你下面就被人给弄出来了 是吧 你家人给整的清清楚楚的 说你拿那话 你爸妈不知道事 人家都知道 是共产党懒不懒得整你 你知道吗 就像九指标 这个烂货 给那个国安上提供战友的信息 人家公安说啥 让他提供信息 就是给未来 提供给美国政府用 你听这话啥意思了吗 这话大卫兄弟 你看警察你懂 我让你给我提供这人的信息 有一天 国内的国安把东西扔给美国政府 你看他非法提供 在美国你可是犯罪 你看 未来九指标 他和他儿子一定会 死在这个上面去 共产党的说什么意思 我早都有 我有的比你多 你个傻 给我主动提供这信息呢 东西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有些人得有点常识 有点常识 我可以保证没有任何人可以获得你信息 比如现在我们老凯 大卫 他们统计这个苏资国币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东西就是被留住去 杀了 共产党没有一样没有 你的个人信息加在 在共产党的数据库里边 多过我们任何人 关键是你未来的币 在往哪会 要不要人家知道 我先给你分一段啊 常老哥你要搞明白 老凯 如谁 你们在对的啊 还有文柱 你们这些人 就未来 就在这个你之前提供信息 你千万别以为这是秘密 没有任何秘密 不可能有秘密 因为这些信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仓库里边的 不在别人仓库里 但是你有多少币 这个币卖完交易完钱去哪 绝对全世界只有咱们新联储 任何人不能去哪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是个基本常识 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的时候 HP的上线和今天这样的啊 是什么概念啊 我们还等着另外一个消息 盖特叫盖特威慎今天也要上线 现在没上去呢 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 盖特的工程组是啥概念 绝对是一个化时代的 又是个化时代的 所以说你看 每时每刻每秒 我们都让共产党的出血 钱 大量的钱流逝 我们开启了 在他身上插了个血管 这是人类上没有的 从希德勒到斯大林 到委内瑞拉到古巴 你这样谁的血 在共产主义的人的身上插过血管 他就没血 他是鬼是吧 咱俩把它吸了我们老百姓血拿回来 第二我们的媒体的利剑 你会看到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说今天我先给大家报这些好事 报这些喜 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今天都是说点干货 直货 今天这个直播 刚才东京那句话说的特别好 共产党不睡觉 不蓝金黄 你是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 谁上中央电视台 你一定蓝金黄 你一定被交易了 如果没有 这不可能上的 咱们这没有 今天真的要感谢 我们今天你看大卫 是总导演 铁血组成员 大卫开电会 大卫最清楚的是 背后有多少的付出 从开始到今天 左马几乎就没有 就没有一巴一巴 所有的人 大卫紧张的半色 就连大卫都不知道 我今天唱啥歌 为什么 不是不相信大卫 我告诉当时这个唐平 我告诉威廉 我告诉公妹 我们担心大家被嗨客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共产党想知道的 一定能知道 我们就不让他上手机 不让他上电脑 是吧 所以说最后 就唱出来了 他们做了好多视频 没用 就是没办法 不想传到大卫那去 被黑了被弄 我们智慧的保护自己 然后今天让这个歌 完美的唱出 绝对是震撼的 我可以今天告诉你们 你们没感觉 包括特别赵影妹 你别怕 赵影妹妹 我跟你保证 这将是你一声 最爱听的歌 就这么自信 而且你会 你会天天听 天天听 越听越爱 因为他 七哥这个歌 恢复了中国男人 应该有的嗓子 把男人过去 输辫子的中国人 和东亚病夫 变成了中国的真正的男人 应有的杨刚 还有一个 这个歌是真的有情有感 还有 有历史 有现在 还有未来 你特别 邓丽军 那个一出来 那你受不了的 这受不了 一个台湾的女人 到临死 从未放弃过 替中国人 争取民主自由 我们汉言 汉言 是吧 然后这个一连油梦 啪一出出来了 为何我要灭公 这嗓子一出来 你不带感情 你是唱不出来的 你知道我这一唱的时候 我就马上找镜子 上哪亲我自己去 然后Q妹和他心想找 外面找到镜子 不是我找镜子 赶快亲去 我咋亲我自己 就感觉来了 你没有 我说你不信 真的 我相信神 我相信万福万神 如果没有上天加索 我真的找不到这感觉 今天那个Q妹 那个那个钢琴 就是我们试了这几天 没感觉 就今天一唱的就是那一来 那个钢琴在任何情况下 必须在现场 就把我一吹 我就觉得 就转起来的感觉 哇 这那个感觉 就是流水的感觉 你知道吗 东弟 你不要转意 然后我先说到这 是吧 我先说到这 你们先说说 我把门关上 好的 我们还是 对 老班长这边 玩玩 顺时针来转 我觉得太过瘾 太过瘾了 我说实话 就是讲七哥这首歌唱 当我看到这个场面 是Q妹出来弹钢琴 七哥唱的时候 说句实话 我是捏一把汗的 因为我知道七哥 他本身 没有玩过音乐 能驾驭住Q妹的钢琴 这个伴奏 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 这不是锤 就是一个专业歌手 你驾驭 他这个Q妹伴奏的 非常漂亮 但是你的驾驭 他跟他match的 非常漂亮 这是极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种感觉 真的是完全不是 两回事 我也听了后面 那个摇滚版 说实话 我就喜欢现场伴奏版 那种七哥唱出来 特别是一年幽梦 一年幽梦 那个是真的 我觉得那个共振 什么叫共振 我是学物理 这个共评共振的感觉 哇天哪 就撞进你 哐哐哐的 你那个眼睛 是不可能停止住 那个眼泪的 你受不了 这种大 我也同意七哥说的 那个 我最讨厌 就是男人唱的 凉凉 要死不活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种温柔的歌 对于被七哥唱出来 我当时也感觉像 开始 我觉得有点 那个日本影歌的感觉 那种感觉 但次上 我一看 中国男人 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男 我们重新定义 歌曲的力量 歌还是那首歌 特别是甜蜜蜜 歌就是那个歌 咱们也没改他的词 对吧 就是编曲上有改 我们变成钢琴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演绎 我觉得最荡气回常 最简单的搭配 我真的胜过 那个后面整体的配乐 就是我觉得 这是最完美的 今天的这个 整个的晚会 到现在为止 我只能说 这是历史性的 史诗性的 我觉得这个 大卫团队 还有这个 还有香草山 这些密切的配合 所有的义工配合 我觉得这个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七哥再一次 让我震惊到了 因为他创造了 很多大的奇迹 我觉得已经不奇怪了 大家都习惯了 小的奇迹有两个 让我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 但是你永远达不到的 第一 英语 英文 七哥我们是看他怎么样 学成了国师英语 到现在可以 畅通无主交流 我这新西兰住 是二十多年了 根本不行 接个电话都说不清楚 对吧 然后就是个唱歌 唱歌 从七哥最早 哼了两声的时候 最早他想唱歌的时候 唱那个 你哼两声 把我们吓一跳 真的能灭 不光是能灭 我们还能灭咱们 但是现在我 现在这首歌 我告诉你 奠定了这个 我上所有的那些 CCTV的我当不说 就是我们就外国的 很多歌手 你现场 拉Q美给他扮作起来 你让他唱一唱 真的很多人驾驭不了 这个 还在心里喷喷跳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了 谢谢 好 木兰 顺死在 好的 今天真的是 七哥又送给了我们一个 一个春节的大礼 一开场 就被震惊到了 虽然我 我还是有准备 因为我 我知道七哥他一定 他说他要唱三首歌 我想他一定能够 一定能够做到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震撼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唱出这样的三首歌 而且都是和原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我觉得第一首歌是有一点 我觉得是有点带那个爵士乐风格的 和那个原版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是我听到的 甜蜜蜜 男生版甜蜜蜜 是最好听 最好的一版 然后那个 第二个那个 一连幽梦 这个 这个是 我觉得是太震惊了 把这个 能把一连幽梦这首歌 改成了这种 这样的 震撼人心的这种 灭共的歌曲 而且这样唱出来 真的就是 太让人感动了 这个真的就是 以歌灭共 就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 都是 都是 就像一个子弹一样 最后一首 那个 塞北的血 灭共 就是灭共的血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 唱的 唱绝了 这个 摇滚板唱绝了 嗯 嗯 是有天赋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呃 能够 能够唱出这样的歌 是用真心 真情来唱 呃 非常的感人 呃 我以前是呃 每天如果听不到 七哥的说话 我就 睡不着 现在是 呃 你老公在不在 你现在可以 扔出去了呀 可以聊了 可以聊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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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断一下 木兰 我跟你说一下 我这个 我练这个歌 大概在 七天前吧 所有的练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都在车上 就我出去了 车上唱的 还有在洗手间 因为其他根本没有时间 然后呢 我跟开会视频 是有人翻译中间 我就是看看歌词 啊 就就仅限于这么多 但是我真的相信 有万分万神 就是特别是 就是有些 你看大家就是 到前天 唐平还给我说呢 说你要把那个 特别那句话就是 语书无人能懂 我觉得语书无人能懂 他是不行的 语书无人能懂 就这句话 哎呦 把我别扭的我呀 这不行了 这咱就转不过来玩了 啊 就但是最后 我还是转过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 谁愿生死 一共就谁欲七哥灭共 打破千年代了 这个嗓子真的喊不起来 这个这 真的喊不起来 就不知道 就哪一下子 就嗓子蹦一下子 就觉得后面 就个房门打开似的 哎呀 我这唱完以后 我就直接赶快上行 哎呀 我说万福万神呢 这个让我来唱出来吧 我说我要唱这个歌 我希望那共产党 听到以后颤抖 希望中国人 能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都能相信 音乐是我们发的内 没有 这不是爹亲娘亲 共产党给的 这是上天爹妈给的 我说希望赐我力量 我真的就没有一次 唱不出来的 我没有一次唱不出来的 唐平就傻了 唐平今天早上 给我发信息 哎呀 七哥你这样的老好了 唐平给我教我唱歌 他唱的是女调 甜蜜蜜 甜蜜蜜 我说我唐平 我不要这么唱 我不想这么唱 我就看不过中国男人这么唱 我也不想颤音 我就要唱我自己 我值得唱 Q妹说对对对 然后威廉王给我带的特别好 我们还有 你看这个老天爷赐给我们 今天Q妹这个钢琴好 如果没有他先生 瑞根在那个把控的音乐 你们听到是没法听的 就像江户子一样 要不你听不到我 要不你听不到钢琴 就什么时候把钢琴和我推上去 这个是很重要 哎 瑞根就来了 然后Q妹这个钢琴练了 在盘古啊 你想想一二十年到了美国街园 我们又买到一个钢琴 没有任何任何钢琴都要一两周 没有的 就在我们两个街外 最好的保时级的设计黑灰趴来了 这个时候你看看 我们要直播退流 你在英国退流 跟在现场的完全有两回事 长短哥整个墨镜 小白 青藤 甜甜 这全是咱爹就是长短哥的培养的 你少一个都不行 你就觉得老天 就在这七天十天给安排他 我说我这衣服 记得不大家 是几个月前我订的这些衣服 是没想到今天 跟直播没关系 是我们要做样板 是要做下一步发展的 昨天衣服到了 跟Q妹才开始换衣服 你看这个今天衣服配的 绝对是世界超级超级 一会咱们钻谈这个衣服 就这个衣服也是老天 也就是你几个月前 你瞎蒙 就给蒙到你今天 人家是意大利 人家往这来 是没有飞机来的 人家是美代理 紧急赶出来 钻给送过来的 那就穿上了 钢琴 直播 推流 Q妹 他先生 唐平 威廉王 你说少一样能行吗 就后面打印这东西 你别看啊 就是老有点反光 不是最完美 是昨天的下午还拿到的 昨天他买的那些设备 到那个商店去 就差两分钟说 这个店就就关了 他架子才拿回来 一切的一切啊 就你能想到天意 啊 所以说当我特别是 就我唱了就那一嗓子的时候 就是说 谁以七哥灭共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一下子 就是这是一切都到我这来了 我跟那个扎西中马国 发了有十次那个视频 就做字幕做感觉 大卫兄弟亲身经历 这些人的辛苦 啊 然后呢 唐平就用那个视频 又做出来这个这个DV 就你能看到 我们也没有万千个战友在背后 就这样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的往前冲 你是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感觉 啊 这这我真的相信 老天在看 就像我现在前面的阳光 照出来一样 白哀哀的白雪 这个大的阳光照出来一样 就这么神奇 谢谢谢谢这个木兰妹妹啊 告诉你先生别介意啊 我们是神交 别别想太多了啊 别不好意思 你这日本人朋友不够 哈哈 哈哈 没关系 他都知道 好 再会 再会 再会继续 好的啊 这个木兰 把我们情绪又给带的嗨起来了 谢谢木兰啊 这个咱们铁铁主的兄弟姐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说句信里话 刚才这个三首歌的时候啊 就是我 因为我回放嘛 我一直跟这个装霸姐 就在我对面 一天没吃 我们刚才这个导播间包的饺子 隔壁啊 我们几位战友来到咱们伦敦导播间 给竹八姐和十八妹准备了饺子 我们说的七哥马上回来 没想到七哥这么快回来了 我回听这三首歌 我说句信里话 七哥 就是我们觉得的这个 看到那个歌的灵魂在那 尤其是您唱第二首时候 那个感情的流露 大家看一下央视那个春晚 这帮忙八蛋 就是整个这三首歌 除了这种自我的创作以外 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工匠精神 就像海东哥曾经说过 共产党这帮忙八蛋 他根本不懂体育 他泄游了体育 所以说音乐也好 他是文化 他里面有一种精神 就是这种一种创作者 那种工匠精神 但共产党把它全毁了 你看看央视那些人 他能像七哥这样 像我们 像唐平Q妹 像威廉王 他们那样创作 像咱们几位 海东哥 赵颖姐 班长 宝哥 对吧 草本兄弟 咱们这样的真情流露 他做不到的 你看他那个脸 那个僵 他拿着卖的方式 他每一个走的步伐 都都有导演控制你 今年的央视春晚 这帮忙八蛋 导演叫刘真 你说这共产党真吗 导演这名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 兄姐妹 这首歌 我觉得它流露出那种 原创的工匠精神 本身就是打共产党的那种虚伪 那种假 没想到他能把这三种歌 怕成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七哥在分享的时候 他提到了 就是在唱的时候 他提到了邓地君 他提到了这个歌的原创者 而且七哥说的一句话 就是让所有的人 就是安息 我们要这个 完成灭共的这个心愿 就那一刻 我就想七哥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这几首特别的歌 他是想传达给很多七哥 希望听到和明白的人 所以作为我们战友 我们不能说只看着一个 哈哈鼓掌 看到他在创作 除了工匠精神 文化灭共 我们看到的 就这首歌传递给千千万万强烈的 那些兄弟姐妹 对吧七哥 就他们不能像我们哥几个 姐妹几个坐在这 和七哥分享 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爆料 给我们起到巨大作用的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搬着墙 对吧 往处看 尤其是攻减法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体制内的 掌握重要部门的这些人 他们更渴望看到七哥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画面 今天的这个歌声 那么这个力量对他们 可能更重要 就像黑暗之中点燃的 那个星星之火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七哥这几首歌 最大的意义是给那些兄弟姐妹 那些咱们的那个战友们 背靠背的兄弟姐妹 给他们听 给他们看 所以我特别的为之动容和感动 那么今年 2022年 五年已经开始了 共产党还在呢 但是他们真的要完蛋了 就看他这个冬眠会 办那个样子 就看美国大使 这个人员撤离 哭爹喊娘那个德行 就看他黑七哥手机 这几首歌下那个造型 就共产党 你不你不灭 天都不让你 那个那个过得下去 所以 刚才七哥说的几个例子 还有我最近老弟在组织 几个线下的拍摄 稍后也有跟七哥 那个大 那个歌曲 配合的我们的做的MV 分享给兄弟姐妹 大家去看一切都是天意 我们就等那个天亮 七哥 阳光出来 从霞光万丈 从海里 升起那个太阳 就没想到 就在那个点 我们错一分雨下来了 我们到着 阳光就出来了 就把我们的片子拍成了 就像七哥刚才说的 两分钟上电关门 我们就能把这片旗子扯回来 我们就能把这个设备买回来 所以一切都是天意兄弟们 一定要相信 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 今天带给世界 带给同胞们的 它的意义 我们再越来越强大 共产党 完犊子了 所以今年跟七哥 大干一场 坚持到底 灭共到底 谢谢七哥 谢谢小弟 是谁 他说七哥 我太太想跟你唱首歌 然后他说 特别感谢 老人现在能下床了 这时候呢 他还一喊没喊出来 七哥不好意思 我唱不出来了 然后待半天 我说你想唱什么歌呀 他旁边就放 就放出来了这个歌 就是我说我明白 我是一连幽梦 我说这歌我很喜欢 然后他就这时候就唱出来了 我又一连幽梦 不知以谁能够 哇 哎呀 我说这好啊 这个 这个好啊 我说这歌好啊 我得了解了解 这个歌怎么回事 啊 缘起如此 这位战友先正来看直播 刚才给我发信息 他是七哥 我多么没想到你能唱这个 一连幽梦 啥叫缘分呢 这就叫缘分 他就是关键时候 上天派他来点我一把 你看那Q妹你知道 突然间他试衣服 试一套红的衣服 是上星期 他胖 差点瘦 从那天到今天 Q妹最起码 这是我见他最瘦的一次 最起码瘦了五磅到八磅 但是昨天就昨天下午 新的衣服都来了 他都没有穿那套衣服 你看这老天爷敢买的 你看到没有 是吧 这就是老天爷敢买的 所以说长短哥 你看看就是Q妹啊 还是Reagan啊 唐平 为了让你不高兴 记住 让你高兴的人呢 绝大多数 让你高兴 都是你的一部分 让你不高兴的人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这可能是你成最重要的人 那就我今天回来了 你七嫂没有看过直播 然后坐在这个吃饭 我跟你七嫂子说 我来给你唱唱啊 赛北的雪 是吧 我就来两嗓子 你嫂子 一段还没说 也没感动的 是吧 你嫂子还没找到感觉 郭美是听 郭美唱哭了 给孩子唱哭了 他郭美是搞导演的人 他是唱出情绪的 是吧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每个人 你们要懂的一个 就是人生啊 他最重要的 要相信 有信仰 一定要有信仰 那这个是 特别是我今天 我在那个手机上 就他跟我说说 你把我唱哭了 他在麦哈顿啊 我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而且我的过去的老同事 就郁达的老同事 盘古的老同事 民族方正的老同事 很多人发的信息 老板你这次你唱这个歌 就在我们失去盘古 失去郁达 失去方正和证券的时候 失去海通的时候 你唱这歌对我们是最大的鼓励 看到你这样 我们太幸福了 永远不会妥协 就这个歌 一连幽梦 就是一喊出来 我有一连幽梦 谁能与我同共 哎呀 这一下子就感觉就来了 所以说 这就是天意 天意 所以如水 特别感谢你 你在背后做了这么多事情 救了这么多人 就你看我们铁血主 今天谁来这 是吧 谁每个人铁血主 都真有铁的一面 铁血的一面 每个人 你看从老办长往上来 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 那故事 绝对不会因为担心 自己的手机泄露 啊 就所谓的天天吓得半死 那你千万别禅忆灭空 这事太危险 说你连蚊子都怕咬你 说你还挑战 什么狮子大象去 挑战什么野猪去 那就不可能了 是吧 然后今天应喜的战友们 做的这些东西 今天你看大 总导演 那叫刘真 我们的总导演 叫大卫 刘真这孙子 他今天要看到这场直播 我觉得给大卫 PK了一下 是吧 警察出身 这样的总导演 这样的大字直播 你去想想 没有任何勾兑 我们加一起 开会不超过两个时 牛不牛 服不服 那大家走着看 谢谢 如水 继续走起 好的 今天的 我先说一下 感谢七哥 其实 救助这么多的战友 要感谢我们农场的 很多的战友 很多时候都是我在协调 大家在做事情 就是包括我们墙内的战友 我们香港的战友 我们美国这边的战友 好多战友都在默默地付出 都是这些事情 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的 而且 这些事情 有些东西 就是怕涉及到危险 从来都没有露名 都是秘密地在做的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七哥 其实他们做的比我更多 真的 感谢他们 然后说到今天的联欢 上午七哥 其实一开唱的时候 那我没肯定 我想不光是我 大家都会想到 对墙内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七哥刚才说 对西方也造成更为巨大的影响 确实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那七哥今天的歌曲 确实是让人非常震撼 我觉得这种感动和震撼 对我来说 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可以传达了 只是希望七哥的这些歌曲 能够唤醒咱们 更多沉睡的人们 尤其是那些装睡着的人们 大家都能够中开眼 能够开支 能够醒悟 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虽然说七哥今天的歌 听得我们很多人 都是泪流满面 我也是泪流满面的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们